那今天我们是第六天加零 所以目前为止我们累计的确诊数 还是维持在269人 近五日核酸检验阳性率是零 核酸检验阳性率我们已经降到了0.29 完成筛检数 你看虽然我们持续都是零 还是不断的在做社区的一个监控 有94,342人 我们居家隔离人数是在31人 累计居家隔离人数3,135人 平均每位确诊居家隔离人数是在12人 好那因为我们家铃 所以今天一样是没有足迹的 好来跟大家报告我们这个注射疫苗的状况 65岁以上的长辈有22万2552人 那接种了15万9403人 这次呢我们的65岁以上有到了71.63% 那50到64岁有26万9825人 接种了10万6373人 接种率是在39.42% 那50岁以上的人口数总共是49万2377人 接种数是在26万5776人 接种率是在53.98% 只要持续给我们疫苗 我们的速度都会很快的 好来第四轮第四轮 第四轮明天就要开打了 总共预约成功的有39751人 那我们明天开打的人数是20507人 你预约到了没 来144个接种站246个场次 业诊有28个诊次快打站有28个场次 所以明天要一起把20507人一起打完 我们预估明天会有99.5%的一个施打率 好来 那第四轮完成预约的 那从明天开始来开打 另外的话 8月5号 8月6号 也有两波预约 但是8月5号 6号 我们会看8月4号来的数量 再来做决定怎么打 那平常我们日夜诊有94诊 假日诊246诊 这个假日快打站有28个场次 那所以说在第四轮里面 我们总共开了221个接种站 778个场次 让大家能够就近施打 区分时段避免群聚 所以说如果你有预约到 请你一定要把握住 好 那依据我们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一个规定 二级警戒期间 我们七大类组 都需要做定期抗原快筛 这样才能够确保安全 有多少人要需要做快筛 第一 课照中心跟这个补习班 高中以下的暑期活动 让幼儿园跟居家保姆 托婴中心等教师跟工作人员 包括指甲 什么都要 来演出人员跟剧组人员 高中以下运动教练跟防护员 竞技跟休闲运动场馆 就是我们的健身房 还有宗教神职人员 那如果你在活动内要主持这个仪式的话 你要把口罩 站脱口罩的时候 通通要有三天内的抗原快筛 那你要定期做 这个三到七天要做一次 那如果你有打了疫苗 十四天的就不用 那这个部分的话 县政府也针对我们的这七大族群 那我们第一次的上班 我们家用快筛 因为你自己不会用 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需要用快筛的人 你只要第一次有管政府 带你扶担这个药剂的费用 但是另外那一百块的 这个开立证明行政费用 你就要自己出 这张很有价值 大家最后让你董一个禮拜 那你说我自己出人 可以吗 可以但是没人看到 那你如果说这一张证明 就很清楚了 也不用去解释一大堆 那我们也跟大家安排了 十二站的家用快筛咨询站 你不是走到秀船 我们现在总共为大家开了十二个 包括在彰化市 在秀船医院 永丰医衣检验所 东陵医市检验所 大华医市检验所 还有园林的话 是在园申医院 陆港区的话 是在秀船医院 张斌秀船 和美区是在稻州医院 二林区有在宋志毅医院 西湖区在中山 中山的这个医市检验所 田中区在仁和医院 北斗区在祖船医院 跟健康医市检验所 有这些地区都方便 你去做家用快筛 那完了之后 可以交一百块钱 就可以有这个证明了 好 来跟大家报告 在这一波下一波 我们要打育苗的第四轮里面 有39,750亿人预约到 其中住在彰化的 在籍的有87.1 不在籍的有12.9 好 50到64岁的年龄层 我们预约大概只有4.8 所以去40到49岁的人 这群人手机的较厉害 先刺掉了 18到40岁也有20% 26% 那这个部分的话 所以我们还是要拜托 50到64岁 这些人要刺得这么多的 不久时是往我们变成 疫情的一个破口 后来 鉴请我们中央要重视 尽数补足 我们后段班不足 头大很高兴 看到我们这个 部长跟我们说 彰化疫苗打得很快 这有跟我们讨论到 他也有说 量不会少 我们就期待他快点 把那6万剂给我们补齐了 我们就可以跟很多的乡亲 继续来做施党 所以我们要在这边 要再次的谢谢部长的一个支持 6万剂我们等你 最主要除了我们的后段班 这八个县市都属于高零化 高风险还有数位落差 这个没有补齐的话 到时候有时候 这个破口就会在这些地方 所以说还是要拜托 我们的长官继续 给我们这些数位 比较没那么进步的地方 快点再给我们加油支持一下 好 来 疫苗我们就担心 数位的一个落差 所以我们的疫苗服务的据点 除了我们知道的传理长 办公室以外 我知道很多传理长 都很认真 替大家等会去吃 也很多的乡亲说 你把他吃吃的不先给我叫 没法像过去 管政府很求你来去打疫苗 不好意思 因为你没吃完 一定没疫苗 所以要感谢所有传理长 来给你倒吃 有的呢 管政府也带大家 又找到258据点 包括我们的这个 这个地方水母局 分局 保证事务所 带情 浪费 亿费 我们这些社会 家的服务中心 以及我们有这个 整个百间的这个邮局 都有法带大家做预约 所以说拜托大家 你如果想要煮疫苗 不要预约 较快就带人给你到预约 的话